花蓮市一對毒鴛鴦 日前因為感情糾紛爆發口角 女方一氣之下直接拿起手機要報警渣人 沒想到警方到場之後呢 除了在女方的房間內查獲了毒品大麻 還發現她男友居然就是一名毒品通緝犯 當場把兩個人給逮捕移送法辦 這怎麼樣都不可以說我的毒貌 我叫他不要吸毒就叫他報警 兩人各說各話就是不承認毒品是自己的 但小兩口是不是吸ㄎㄧㄤ了 竟然向警方自爆毒品在我家 然後我家不要吸毒他在那邊喊就要命 小兩口吵架撕破連居然互相爆料對方吸毒 4月12號花蓮縣仁愛街一間套房裡 小兩口鬧不合女方提出分手 但男友卻動手打人 氣得女方報警還自爆前男友吸毒 但男方卻時刻否認說明明是女友在吸 手機沒了還想提高前男友 但接下來的發展可能連人生自由都會被沒收 因為警方到場搜證後 除了在女生房裡找到毒品之外 還查出男友身份竟然是毒品通緝犯 查證身份後發現 該男子為詐欺毒品通緝犯 並在其套房內查獲二級毒品 大麻吸食器等物品 毒原羊互相踢皮球 兩人都不想被抓 反而自爆雙上被罰辦的奇葩行徑 也讓警方有了意外收穫 這也是立行張培穎花蓮才能報導 我還查的 呈憑 我還查理 confir